第八章 替价八 小姐 小姐 丫鬟甲小心翼翼地唤 她的声音轻地向猫叫 一声一声地直挠人 怎么了 怎么了 林妙妙一个翻身惊奇 呼啦一下掀起了帐子 头发乱七八糟地直着 眼睛瞪得如同林斑 吓得丫鬟后退了几步 没 没什么大事 她结结巴巴解释 老爷说柳公子穆小姐 他们在前厅吃茶点 让你去陪他们玩 林妙妙嗷了一声 揉着惺忪地睡眼 呆滞地坐了一会儿 才慢腾腾地起了床 象牙梳子沾了泡着花瓣的清水 划过黑发 梳到了园主那些 因为日夜长须短叹 而枯黄分叉的发烧 便缠住了 丫鬟甲小心翼翼地 揣测着主人的心意 抓了一把香膏细细按摩 一瞬间浓香扑鼻 林妙妙打了个喷嚏 捂着鼻子不耐烦道 哪儿这么麻烦 剪了就是了 丫鬟甲大惊失色 这 这怕事 来来 我来 她在抽屉里寻着一把剪刀 从丫鬟甲手里夺过头发来 咔嚓咔嚓剪了一圈 零碎的发烧交错着落 在妆台上 边狠狠剪边教训 有舍才有得 剪了她才能长得好 别太宝贝这些头发了 林妙妙放下剪刀 像沾了水的小狗似的 飞速地甩了甩头 抖掉了衣服上的碎发后 又进入了入定状态 镜中人眼皮有些肿 微微搭拉下来 显得有些呆滞 小姐昨晚没睡好吗 丫鬟甲小心翼翼地问 也不是 林妙妙有些头疼地 揉了揉额脚 按理说 昨夜是她攻略黑莲花的成功第一步 应该睡得香甜又美满才对 偏偏一闭眼就被噩梦缠绕 火把倒映在明镜一般的池塘里 像是碎了一池子的火星 热气炙烤着人的脸 门口跪着一排又一排衣衫不整的人 脸上满是污泥 悠悠地悲气此起彼伏 渲染了整个天地 官兵男女孩子都是扯着头发的 他们双手反减身后 被迫亮亮呛呛地走着 像是被拖着的破麻袋 哭声滔天 也有人挣扎的 像是被扔上蹭的鱼 疯狂甩动尾巴 下一秒就被大刀砍了头去 腥热的血扑的涌出 瞬间聚成了一块小水蛙 聚在柜子手的靴子旁边 它抽脚离去的时候 靴子底发出了吸满水的歌之声 很多个木箱子一堆堆累起来 有的开口了 露出没定死的木条底下 一点恍人眼的滑光 是一只颤动的蝴蝶钗 翅膀织了出来 孤单地展露着无人欣赏的美 远处的马儿打着响鼻 瘸腿的士兵准备将箱子搬到马车上 让一个强壮鞋撞到了一边去 两人撕打起来 夜幕闪着红光 人人像热锅上的蚂蚁 或疯狂 或死去 妙妙看着丫鬟 上长着细绒毛的脸 收水静的那天晚上 这小丫鬟吓得牙齿打颤 脸色铁青 这会儿又红彤彤地像个苹果了 年轻的生命是有任性的 你多大了 丫鬟有些疑惑的娜娜 十四岁 怎么了 小姐 妙妙看见她的脸了 十四岁的小姑娘 在那个混乱的夜晚 让人糟蹋以后掐死了 扔在泥地里 瞪着那双大眼睛 那时候 淋浴在哪里呢 过了青竹林 还是到了兴子镇 她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家 以及被她远远抛在背后的这些人 最后都面对了怎样的命运 她垂下眼帘 没什么 走吧 上花厅去 任务提醒 任务一 四分之一阶段后续 要求您继续在角色 木遥 在现实 增加与角色 柳福一的亲密度 提醒完毕 骤然收到提醒 林妙妙嘴里的饼 都变得索然无味了 呸 她吐了出来 不喝口味吗 柳福一笑着喝茶 好心地将妙妙的茶杯 推过去 我看 林小姐是没睡醒呢 木生似笑非笑地开了口 同样是似更天睡下的人 她的脸色竟仍然白里透红 眼底下连一块青也看不见 触到木生 那双黑眸 林妙妙下意识地色缩了一下 一瞬间 火光与幻影再次席卷而来 胃里开始翻涌 木生看见她面色苍白地猛灌了一口茶 像没听见一样完全掠过了她 转向了柳福一 软软弱弱地问 柳大哥 我脸色是不是很差呀 她全神贯注 眼中灼灼 木生的神色将了片刻 花厅里只有妙妙陪着主角团 郡守爹一早忙着处理政务去了 她的原话是 年轻人与年轻人才好聊在一处 她老了 总是接不上话 惹客人尴尬 事实上 妙妙知道 郡守是有意多留这群能人意识住一段日子 以免郡中在遇见什么棘手的妖物时 求告无门 而她不好 以身份压人 就将众人交给了宝贝闺女 她期望妙妙能与他们打成一片 最好能攀上几分交情 嗯 是不太好 福一仔细端向她一下苍白的脸 微醋眉头 哪里不舒服 她二人靠得极近 当她低头俯视时 便构成一个有些暧昧的角度 身负男主光环的柳福一 气质独特 这样宁神盯着人看 足够大姑娘小媳妇修红脸 妙妙大胆回事过去 放任自己的脸上带上红韵 与其越发可怜 我就是夜里睡不好 透过柳福一的肩头 她看到木瑶喝茶的姿势顿了顿 抬起那双冷清的眼 往这边看过来 妙妙又靠福一近了一些 如涅倒 就是收尽腰那一次之后 我每晚都做噩梦 她刻意压低了声音 以至于柳福一不自觉地 要再凑近一些去听 木瑶微微猝起眉头 听闻静邀二字 柳福一面色一明 端向她半赏 安抚道 灵小姐是普通人 可能是受了大腰的影响 她从怀中掏出一枚 鼓鼓的素白锦囊来 里面添了艾草和妄忧 可以安神 灵小姐不妨试试 灵妙妙抢过来 就死抓着不放手 还要除除可怜的推辞 我真的可以拿吗 柳福一哭笑不得 可以 灵妙妙做了个一把 揣进怀里的动作 抑制不住上翘的嘴角 那我真的拿走了 柳福一被逗笑了 嗯 拿去吧 送给灵小姐了 木瑶的声音淡淡的 目光直射过来 要是气味不喜欢 我这里还有 灵妙妙微微偏头 这物理气氛非常奇异 只有柳福一一人浑然不觉 坦坦荡荡的正常言语 女人的直觉很准 在神经大条的雌性生物 都会对自己的配偶周围的任何雌性 产生微妙的敌意 她们不自觉地竖起毛发 警惕着所有的温柔陷阱 虽然木瑶言谈自如 但她此刻已是浑身紧绷 紧紧捏住杯子的纸截出卖了她 靠近指甲的皮肤 几乎被挤出个窝来 木生的神色早就不对了 她就像木瑶璇在窗边的晴天娃娃 有些情绪 木瑶自己都没意识到 她却能先一步察觉 因此 她望向妙妙的眼神 也带上一抹忧身 木姐姐也有香囊吗 跟柳公子是一对的 妙妙将柳福衣的香囊 捏在手里把玩 好奇地问 欺负人也不能太过火 她原意是想开个玩笑 让木瑶红个脸 也好接过这尴尬的一夜 不至于为了刷亲密度 让小情侣产生矛盾 可林妙妙毕竟没有感情经历 她哪能料想到 一句随意的调侃 听在木瑶耳中 莫名其妙地 带上了不怀好意的试探 她被激起了宣誓主权的雄心 一个是字已经到了嘴边 不是 木生故意答道 这倒不是 捉妙人身边 一般都会带几枚这样的香囊 以驱离邪物 柳福衣几乎是在同时 一本正经的解释 林妙妙一时傻了 好尴尬 怎么办 木瑶的脸色 由白转红 又转白 蹭得站了起来 我先回去了 阿姐 我送你回去 木生八步的这样的结果 紧跟着木瑶 笑得好似三春花开 眼里绽放出滑光来 柳福衣坐直 朝着木瑶的背影望去 眼中担忧 却转过来面对着妙妙 你快去吧柳大哥 多谢你的香囊了 妙妙非常乖绝地为她让开一条路 柳福衣却不走了 她修长的手指 写出一枚无字的符来 拿过妙妙手上的香囊 将其叠成小块 塞了进去 这是我的符纸 她微微笑道 上面有我的气息 如果噩梦是邪恶作祟 一觉察到她 就不敢来铲你了 林妙妙被男主角的人意 感动得痛哭流涕 小心翼翼地捏着香囊的开口 生怕将其碰坏了 多谢柳大哥 柳福衣一笑 这才抖袍而去 我去看看芽 人际罕至的西乡房外 一道人影走过池边 木春的风吹过池塘 吹皱一池春水 柳条随之款摆 有一只温柔 扶过少年人俊俏的脸 被她一把折去 含着绿芽的柳条 捏在手里打了个转 转眼被毫无留恋地丢进池子 沉浸了淤泥里 木生心里烦得很 阿姐 我看那林小姐对柳福衣有意 别胡说 木瑶坐在床上 得神色淡淡的 只是眸光猛地晃了一下 阿姐心乱了 她自恃得意 添油加醋 我看那柳福衣也不讨厌鲫鱼 阿生 木瑶醋眉 你要是闲得很 就去练练术法 别在我跟前晃荡 阿姐别生气 她放软了语气 我只是担心 万一柳福衣她 福衣不是那样的人 木瑶淡淡地打断 她眼里澄澄明明 一丝怀疑也没有 她就是讨厌阿姐 对那个人这样的信任 风吹起她柔软的鹅发 吹来蝴蝶般偏飞的一抹黄 木生伸手一抓 是一片残缺的黄纸 上面的烟红字符 只能看见个角 辨不清是什么字 她的神色猛然变了 这是柳福衣的符纸 那红色的不是单纱 而是鲜血 要做什么事 有点油 都没有浪费 在这里 好 在这边 有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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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油